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和大陸看新聞 就說大陸有一對母女竟然是聯手撤局做屈個先人跳 而且他們假扮警察扮了足足兩年去賺她的第一桶金 看看這個新聞怎麼說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大陸有一個姓陳的女人 在電視上看到有人被先人跳握了不少錢 竟然凌機一動找麻女一齊聯手做詐騙生意 由於女生得好美,所以吸引了目標過來做性交易 而她母親就做警察角色威脅上門消費的男人 這樣的行為做了兩年,幫她們賺了個百萬人民幣的收入 而她們亦由貧困戶變成一個有錢的人家 兩個人這樣的行為做了好久,但好景不常 警方都是看中了她們,在警方的調查之下 姓陳的女人犯罪行為終於揭發了 而她們所實施的先人跳行為構成了烤詐勒索罪 烤詐勒索罪就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對他人進行威脅或者敲債行為 另外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罪在大陸是一個罪名 可以說得上她們是叫做想得山多忠御虎 因為她本身是警察就做先人跳 其實如果她是懂得收手的話,可能未必會查到她 但她玩了兩年了,兩年時間這樣下來,想不被人發現也很難 而且來來去去都是你兩個 那些被先人跳完的人是會有懷疑的 一有懷疑的話,其實你已經糟糕了 她報警警方是會調查的 但想不到這兩母女竟然是可以想到一些這樣的方法 先人跳去逼女兒去賣淫 然後就自己媽媽做回警察去敲詐勒索人 這一單都算是奇聞啦 好啦,那今集跟大家先看到這裏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下面留言吧 我們下集再見吧,拜拜!